至少就是更新嘛 那更新的話 看得出來他剛剛好像要更新 一個今天 對到今天 哇今天又跌了 哇跌很多耶 真的感覺好像 尤其你美元買越多的話 又有感覺 為什麼 因為差差的話 零點差 差兩角 兩角的話等於是 如果算下來 如果假設一塊錢是3%的話 那等於是 哇那當然 很難算了 算了 反正就是 真的他有可能又會那個 也是啦 也是 不過 當然 還是觀察一下啦 OK 好那再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說我今天 希望他把它化成 剛剛我們是化成 兩個對不對 左邊右邊各一個 那如果你假設要化成3個 1 2 3 1 2 3 1 2 3 有沒有 那這樣的話 當然我們要修改 那改的方法當然 其實理論上如果你假設兩個做得出來的話 三個應該也沒問題 那我的習慣是這樣啦 就是先做兩個 然後再做三個 那三個的話就把這個 這個全部則限度2 把它複製貼過來改 會比較快一點啦 那改的部分當然第一個 就是全部則限度把它改成3 OK 意思是2的話就兩個 3的話三個 OK意思類推啦 如果你要4就4個 那其實改的方法滿簡單的 因為主要還是在這個地方做一個變化 哪個地方變化呢 就是說 我們剛剛是mod2對不對 就是1 就是余數為1的話就單數 余數為0就是偶數 那如果3的話一定是1 2 3 然後還是1 2 3嘛 就是4 5 6嘛 反正余數的話一定是除以3 所以第一個你可能要把它改成除以3 除以3之後余數多少 余1的話那表示是第一個 余2的話呢那表示第二個 余0的話整除 那就是第三個 所以基本上的話 那可能就是1 2 然後另外Ls就是整除啦 OK或者是你也可以 等於0也可以啦 這邊寫Ls或者是等於0也都OK 那只是說呢 還有一個地方可能要注意一下 就是說呢 我們基本上需要的嘛 因為這邊只有1跟0的部分 所以2的部分沒有嘛 所以假如說你要把2的部分把它變出來的話 那我教各位一個方法 比較不容易寫錯 就是直接先改一個mod3 然後直接把if 到Ls的這四行把它複製一下 貼哪裡呢 記得貼在Ls上面這邊 所以請你在這個後面這邊enter一下 那我習慣是把它按backspace 先跳到最前面去 然後貼上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說 貼上上面一模一樣的喔 所以這四行跟上面這四行是一模一樣的 那你只需要改哪裡呢 把這邊改成余數為2就可以了 這邊就為0啦有沒有 1與1 余2 余0 好 第一個step完成了喔 就是把它改成除以3之後的余數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要解決什麼 就是我們將來要放哪裡啦 因為3個嘛 假設喔 我寬度大概就是你不能3.3啦 因為3.3太難算了 3.3沒辦法放到固定位置 所以理論上是寬度盡量是一個整數 可能是3 可能4的話可能太過去了 不然就我們就讓它的寬度變為3 所以呢 這個地方喔 你變成所有的Vis啊 好像有三個有沒有 這個寬度全部都把它改成3 OK 寬度每個都變3了 第一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說它三個之後呢 那位置應該放哪裡 所以呢 再來你可能要思考說 這個是放m對不對 然後下一個的話放到哪裡 放在p 再來就放對吧 放s 所以喔 這個是餘數為1的 這個餘數為2的 這個餘數為0的 所以ps 所以呢 我們接下來呢 就是再去修改 這邊呢 就把它改成 這邊應該改成p 有沒有 p的laps跟p的top 然後底下的話 這邊改成s s OK s 好 這樣應該沒問題啦 所以應該蠻直覺的吧 你就這樣推 絕對不會做錯 好 那最後的話 還有哪些地方要改呢 蛤 啊 對對對 還有一個地方 哦 對我剛剛忘了改 這個就有一個邏輯判斷裡面 不能有同時兩個一幅 所以如果第二個的話怎麼辦 很簡單 就是把這個 複製到前面去就好了 所以第二個的話喔 前面呢 就是要加一個ls 就是lf就好了 而且應該還蠻好記的吧 啊如果你假設說老師那我要第四個呢 很簡單 第四個更簡單 就直接把這四行 複製喔 放到它的下面 反正我們第一個一定是if啦 第二個 一定就是lf ls if啦 然後第三個ls if 反正一直下去啦 最後一個就是ls 這樣應該蠻好記的吧 這個就是多重邏輯判斷喔 我覺得這個如果記起來 應該以後就蠻好用的 因為以後一定會遇到很多重判斷的這種需求 OK喔 啊實際上你不要寫錯啦 反正你就是按照那個固定sop 寫下來應該OK喔 當然呢 VBA裡面還有一種寫法叫slide case啦 不過我覺得slide case寫出來結果是一模一樣的 我覺得沒有必要 就不用多學一個東西啦 學完之後最後 不知道用哪一個還反而要選擇障礙 那不如你就學一個就好了 說真的 OK 我後來發現那個 像那個python有沒有 就是最後沒有slide case這種東西的 反正如果是一種啦 你就用一種邏輯判斷就好 這種判斷用到底 欸 概念想法好像跟我蠻接近的 因為我以前剛開始寫程式的時候 我就覺得幹嘛兩個 兩個結果都幾乎一模一樣耶 幹嘛需要學兩種 所以後來我覺得我上課 我就教一種就好了 我說你第二種一模一樣 不用學沒差 OK 那可能就有同學說 老師那為什麼 同樣東西它有兩種 對 這個問題問得非常好 後來我真的去查了一下 真的 他給我一個答案 就是呢 如果用slide case 效率會比較快 效率 這個時候想到效率 但你會發現說效率 我再試了一下 效率差多少 跟各位講 如果你這個地方 你把它寫成slide case 差大概百萬分之一秒吧 百萬分之一秒是多少 千分之一秒你都沒感覺了 對不對 也就是說 絕大部分的狀況 都無感 所以你學一個無感的東西要幹嘛 OK 好啦 這是題外話 我們理論一下應該已經把它改完了 記得 這邊k等於k加10 只有l10才可以加 為什麼 因為只有最後一個才能換一列 應該改完了吧 我們來亂亂看好了 所以寫完之後的話 最後呢 我把它跑一下 當然 這個地方 執行一下 當然這個 跑一下看成分成功 OK 一二三 沒錯耶 這邊空一 滿整齊的 三個三個 有沒有錯 好像看起來應該都OK 而且匯率這樣一看 還滿好的 越來越清楚了 而且每個匹別之間的比較 馬上就可以判斷了 英鎊對美元 它往上耶 所以各國的匯率好像都往上 而且 你會發現 英鎊跟澳幣形狀怎麼很像 有沒有 歐元對美元也很像耶 有沒有 所以其實有個趨勢 感覺好像那個美元 那個 美元對日幣跟台幣也滿像 亞洲貨幣好像都滿接近的 而且形狀幾乎快要差不多耶 只是說日幣好像這一波有往上 然後這一波又跌 跌得好像還更多耶 OK 所以可想而知 人民幣等等的 那就比較可以去比較各國貨幣之間的關聯性 OK 好 那最後把它刪掉 好 那我把剛剛的那個 人民幣 全部折現圖3 改的部分呢 總結一下 大概最好 step 幾個步驟 跟各位講 step1 就是把全部折現圖複製貼過來 ok step2的話呢 就是 把那個後面Mod改成3 改成3 看 我的改的步驟 所以 step1 step2 2的話是改這裡 step3的話 我是把它全部乘上 這個有沒有 這是3 step4的話呢 我剛剛好像就是在把這邊 這個應該是加這個啦 這個的話實際上就是從if把它貼過來 OK 然後加一個Ls 這個可能就是算第四好了 OK 那第五的話呢 就是把這個的坐標位置 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ps ps 這應該第五個步驟 所以 應該可以 記得起來吧 總共理論上這五個步驟 就可以把全部折現圖改成三個 ok 畫面再 還給各位一下 那有些其實不用硬背啦 反正就是 按照那個 邏輯去推敲 應該就可以得到 我們需要的結果啦 OK 試試看喔